我們現在人民聽話 但是遇到的是 給到是什麼呢 就是限水了 沒水可用了 趙欣是台中人嗎 應該是 內心應該感觸很 就沒送 經濟部長王美花說 現在還在開發新水源 他說公五庭二 至少會到下個月底 因為現在呢 台中苗栗都是分區的限水 沒水可用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他說 現在還在開發新水源 而但是呢 經濟部說 這個後續其實很不樂觀 經濟部是覺得說 6月不排除還會更嚴格的 公四庭三 現在公五庭二已經很辛苦了 還有可能公四庭三 這個台中人聽到 可能要抓公了 他說下一步 新竹也可能會實施公五庭二 工業用水的限水率是 15% 20% 趙欣您覺得 台中人是怎樣 為什麼一定要 好 感覺說我們台中人是比較稍微 其實停水大家 供體時間大家都可以提亮 可是今天台中人最在乎的是 為什麼你在停水的時候 水已經很深了 就是水線很深 不是水很深 你還要給我火熱 同時你的這個台中中火三號機 還要晚上偷偷摸摸 月黑風高殺人夜的時候 潛到台電裡面 把它打開 這不是很奇怪嗎 讓台中人既水深又火熱 又有空污之苦 又有缺水之苦 而且其實我們如果有稍微 對這個空污有稍微理解的 如果說你的這個空氣裡面的微浮粒子過高 其實連帶會影響降雨的機率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就是你碳燒的越多 你越難降雨 或者是剛好降雨就會變成暴雨跟雷雨 因為它會造成你懸浮粒子 很難在比較低的雲層上面聚集水氣 一直到很高的地方才會聚集 所以下來就變成暴雨 所以好嗎 要嘛就是不要下雨 要嘛下雨就變成暴雨 暴雨城市裡面就淹水 但是水庫裡面的水有多少 那也不一定多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今天美花部長還在告訴我說 原來已經供五庭二了 他還在開發新水源 請問我們美花 你的名字叫傑克史派羅嗎 你在跟我玩神鬼奇航嗎 你找水源 你現在還在拿一個藏寶圖 跟我講你在玩大冒險跟探險遊戲 全民陪你一起 無頭蒼蠅來大冒險嗎 你根本就拿不出任何方法 今天開發新水源這件事情 不是你今天供五庭二 你才知道你從去年的缺水 沒有颱風來的時候 我們中天的電視台 還有所有的學者都在告訴你說 今年可能會缺水 那個時候你在幹嘛 那時候你在進口萊豬 那時候你在關中天 你又沒有在開發新水源 你根本就沒有在開發新水源 你今天就是一個 世衛出產的部長 沒有過去哪有今天 你當然要站出來負責 管群他其實說 在開發新水源也是有道理 因為他在挖井嘛 在挖井在挖井 但是前內政部長李鴻源 很早以前就講了 他說高鐵只能坐到台中 為什麼 因為雲林還有彰化那一帶 其實都地層下線 非常非常的嚴重 他說他其實在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他已經關掉了幾千口的水井 但沒想到現在蔡政府 他開始又要挖水井 他說其實現在下線都在容許的範圍之內 安全 但是這是高鐵說的 他說下線是在容許的範圍之內 安全無余 不要危言聳聽 但是非常危險的是你挖井挖井 其實李鴻源說 這10年大線可能快到了 很可怕的 這個我承接小金剛講 小金剛罵那個 我美化王部長罵這個兇 我要幫美化部長講幾句話好了 因為美化部長以前是 表檢局的局長嘛 他如果不是他老公顧立雄 他今天能夠當我們經濟部部長嗎 所以今天他是爬到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超乎他的能力 要體戀他的能耐 對 就已經告訴你他是網美 只是一朵花了 網美花了 不要再過度的期待他 然後你說開發新水源 我聽蘇貞章在講 我就想笑 好像只有他當院長 才會開發新水源 之前執政的人都不會想說 要去開發新水源 去維持一定的用水量 就只有我們偉大的 衝衝衝可以衝出新水井 這我也是覺得很荒謬 然後他一直停 比如說剛才小金講的 台中這個水生活熱 我覺得陽光空氣水 台中人真的滿可憐的 空氣不行 現在水又被停了 真的真的是名不了身 剛才蔡英文還去稱敗什麼 白沙屯的媽祖 聞聲就苦 你有聽到台中人民的心聲嗎 現在沒有水可以用 空氣又是PM2.5 這個污染那麼高 連坐高鐵 高鐵這個事情 李鴻元講的 這是一個警訊 就像台鐵事前 那麼多人都說 台鐵一定會出事 有沒有人把他當一回事 沒有 現在李鴻元 李部長這樣講了 高鐵馬上出來陳新 這個一切都是這個 可能聽錯了 部長聽錯了 數值並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一切都在安全值內 請問出來講話的人 萬一真的有一天出事了 你敢出來負責嗎 之前李鴻元把兩三千口水井都灌掉了 才減低了地層下限的一個幅度 現在因為吹水 你看我們王美華部長 要開發新水源 那會不會造成地層下限 變得更嚴重呢 之前李部長就講說 這個高鐵我只敢做到烏日 我看高鐵以後 我們只敢去看看就好了 因為高鐵的速度那麼快 比上台鐵如果造成傷亡 那個後果真的是不堪設想 現在吹水吹到說 要組團去洗澡 這怎麼回事趙新 對 就像我們台中 我們北屯有一位里長 他就組了一個團 人家說這是怎樣去觀光嗎 對 然後到楓原觀光 為什麼 因為楓原 那距離多遠啊 很近很近 其實沒多久 其實大概開車才25到30分鐘左右 所以重點是要去觀光什麼 可是去裡面就逛逛廟東夜市 最重要是到楓原的飯店裡面去洗澡 為什麼 因為楓原減壓供水 所以去洗澡 變成了這麼珍貴的一個行程 大家要組團去洗澡 這就是民進黨中央 對待台中人的方式 讓我們一個人家 我們以為是以開發國家的地方 連澡都沒得洗 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這才是 這東西我覺得是你的問題 你是台中人 然後又是台南女婿 那接下來台南可能也會要停水 這個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但是我覺得 就是民進黨今天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是因為過去的施政 以及過去沒有用心做長遠的打算 導致現在我們面臨難題的時候 可以說是束手無策 甚至是一籌莫展 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準備好幾種備用方案 然後事情到的時候 我們就Plan A Plan B Plan C 我們看之前都沒有替代方案 寧可絕景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整個政府的信心危機 跟系統性危機 就是說 你連對付我們台灣可以預防的水情 都這樣了 那你一天到晚告訴我說 你要帶著我們台灣的子弟兵 帶著哨把去對抗 今天如果台灣受到威脅的時候 我怎麼可以相信你有做好準備 我怎麼可以相信這個政府有做好準備 我一開始一定會覺得你在畫虎爛 能源政策也是啊 跟我講要能源轉型 結果綠能根本跟不上來 所以才會造成台中三號機 在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去炭火燒煤 結果變成用廢發電 我們沒有要用廢發電啊 我們的漸進減核政策 包括馬英九政府時期就有 那就是一個非常平順的 非常讓大家smooth 舒服的過程 慢慢轉化成綠能發電 結果現在民進黨政府 沒有告訴大家的是 未來的發電 10台居住裡面有8台 80%不是燒煤就是燒瓦斯 我們快要從寶島變成火燒島了 這簡直是莫名其妙 又缺水 又缺電 這太可怕了 我們現在缺水 等到5 6月之後也有可能要缺電了 那我們現在先來講講缺水問題 實在太嚴重 因為經濟部他說 其實後續不是很樂觀 雖然我老闆有話說 那個還在開發新水源 可能到5月底的時候 公五停二還會持續 但是現在有可能 經濟部說不可能 有可能是6月不排除會更加嚴格 至剛我們怎麼看待 因為現在好像說 這個水啊 之後的這個梅雨季節 要是雨雨下的不夠多的話 可能會更加的嚴峻 怎麼辦 從網美話上講 我們就知道民進黨的超前部署 基本上全部都是假 因為碰到問題 你就不會去克服 那如果它變成公司停山的話 那我們或許要想中南部的挖井 是會挖得更多 你挖更多 那對於納館政府敢不敢做 因為你挖井會碰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你納館農民會抗議 第二會影響到你明年的選舉 你的地方選舉你一定會受影響 第三納館以後或者是挖井 你對於高鐵的地層下限 也安全會受影響 但是我比較會期待的是 當南部如果停水以後 可能會像小欣剛剛講的 會有很多的組團來台北 跟宜蘭去洗澡 那促進觀光也是很不錯 這個林家榮也是算幫他 不是他已經快了 以後台北這邊都不用介紹什麼 我們有什麼景點 都不用 你只要介紹我們的那個領域間 非常高級就夠了 就算了 就算了 還有很多次 candidate 我可以說 但這個是非常高級的 你選擇 thời約 它們的 現在摔壞了 我們現在的戰略 我可以講 能見